80多岁的乾隆又吸纳了两个妃子 而78岁高龄的鱼妃为何还能被乾隆翻牌子呢 而去世后还被追封为贵妃 那么年轻时不受宠的鱼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 让乾隆放着十几岁的妙龄少女不要 偏偏宠幸这个没有家世背景的鱼妃呢 大家好 这里是人文历史说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要知道不管在哪个朝代 多数皇帝为了拉拢一些有权势的大臣 都会拿他们的家人或者姐妹进宫为妃子 比如当时的大将军年庚瑶的妹妹年事 于飞的祖上是科里耶特氏 他的父亲只是雍正时期的一个无品小官员 与其他的名门贵族的千金小姐相比较 于飞的家世背景根本不值一提 知道自己出生卑微 所以他进宫后一直低调做人 不争不抢 谨言慎行 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也是活得最长时间的一个皇帝 还被大家称为最风流的皇帝 因为从他成为皇帝开始 后宫的纳妃几乎没有间断过 雍正十三年 乾隆继位把当时最心爱的傅察氏立为了皇后 侧服进高氏则被封为了贵妃 而于飞当时却仅仅被封为了海长寨 要知道当时的后宫总共分为八个等级 而自前底就开始陪伴乾隆的于飞 却只被封为了倒数第二的长寨 要知道稍微有点家世的女子 选秀进宫时都能封为个长寨 直到乾隆登基两年后才想起来这个海长寨 这才感慨于飞已经陪伴她这么久 变象征性地把她生为了贵人 然而此时的于飞存在感依然很低 在后宫的女人唯一的出头路除了受宠 就是生儿子 母平子贵不是没有道理 而于飞就是靠这个差点当上太后的人 在乾隆登基后的第六年 于飞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就是五阿哥永齐 相信不少看过清宫剧的人都知道 五阿哥是个多么出色的皇子 然而历史中的永齐 比影视剧中的还要出众 还是贵人的于飞 生下五阿哥后 乾隆生她为贫 赐封号于 这个封号代表了温柔 温和 可以说非常适合于飞了 和她的性格刚好契合 在永齐五岁的时候 她就表现出了她惊人的聪慧与才能 因此让乾隆十分喜爱 永齐从小就学习了满语 汉语 蒙古语 对天文地理也有很深的研究 尤其在书法上的成就 和自己那个书法家弟弟 永兴几乎齐名 而永齐也不止在学习上造诣很深 在骑马射箭上 永齐也表现得十分出色 不仅如此 她还练就了一身武艺 在当时是一位非常出色 并且文武双全的皇子 最让乾隆喜爱的是她十分的孝顺 要知道 皇帝生性多疑 很多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 当时袁明园发生火灾 乾隆身边的弟弟 永咒二话不说就跑了 反而是距离乾隆身边更远的永齐 不顾自身危险 冲进火场把乾隆背了出来 经过这个事件后 两个儿子的与你之别就对比了出来 从此 乾隆便更加偏爱和喜爱永齐 母平子贵的于妃 也就在那个时候被封为了于妃 并且成为了众妃之首 当时复查皇后的两个儿子夭折 乾隆一直想利永齐为太子 但是乾隆是一个十分看重敌数的人 尤其特别看重复查皇后 但是有了五二个永齐 他改变了这个想法 在永齐二十四岁那年 他被乾隆封为了和朔荣亲王 不难看出来 乾隆皇帝已经打算立除了 根据史料记载 荣亲王身患复古疮 不得亏 所谓的复古疮 在当时其实不算绝症 很多皇室的成员都有这个病症 这个病症主要生长在大腿内侧 刚开始发病时只是跟受寒一般发热 慢慢地开始感到锥刺筋骨 不能屈身 复古疮大多是长时间的马步骑射所致 后世专家推测 当时永齐精于骑射 时常在外风餐露宿 因此导致风寒入侵 长时间没有得到治疗 引起了病变 永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都在忍受了病痛的折磨 为此乾隆十分心痛 还治罪了御医 最后永齐还是去世 年仅二十六 乾隆对这个儿子的死悲痛欲绝 还下令将他安葬在定亲王墓 这里埋葬的还有皇长子永皇 可见在乾隆心里 是把他当笛子一样看待的 即使他后来秘密立了嘉庆为继承人 但还是时不时就怀念 自己这个出色的儿子永齐 并且每年永齐的忌日 乾隆都会坐视一手怀念他 所以他到了晚年 也不停地翻于飞的牌子 按照清朝的规矩 飞瓶超过五十岁就不能世寝了 可乾隆非要于飞 时不时地陪伴他 虽说他是一代帝王 但是人老了 也难免有深夜难眠 山怀往事的时候 每每想起永齐 他就让于飞前来与他互诉忠常 乾隆把对永齐的遗憾跟疼爱 都折射到了于飞的身上 哪怕是看在逝去的儿子的面子上 乾隆都会对于飞抱着不一样的情感 另一方面 曾经在前邸很多侍奉的飞子 都走在了他的前面 乾隆每每想起难免伤感 所以对于这个陪伴了自己五十年之久的于飞 多了一层亲情 于飞原本就是个好脾气又温柔的女人 两人能像平常的老年夫妻那样聊聊天 回想一下往事也是一种慰藉 在乾隆五十七年时 于飞去世 享年七十九岁 乾隆追风他为于贵妃 这位人生大起大落的妃子 也算是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这辈子唯一的遗憾 就是他的儿子永齐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